AZ疫苗先後在部分的國家傳出 注射之後出現血栓等副作用 目前國內是定調繼續施打 但是會告知風險 而在幾個歐洲國家和澳洲 對於AZ疫苗的使用 則是訂定接種年齡的限制 另外由於印度的第二波疫情爆發 當地政府暫時管制疫苗出口 非洲聯盟則設法要轉向 採購美國嬌生公司的疫苗 澳洲則是鎖定輝瑞疫苗 在法國各地設立的疫苗接種中心 不少民眾排隊等著接受注射AZ疫苗 法國在這星期累積已接種疫苗的人數 突破一千萬 針對陸續傳出血栓等副作用案例 有民眾覺得無所謂 有人則不免心裡覺得怕怕的 在與醫療專家討論後 各國政府也推出有關施打AZ疫苗的方針 例如法國和加拿大 就限制五十五歲以下民眾接種AZ疫苗 另外包括西班牙 義大利 比利時 德國 還有芬蘭 瑞典建議的年齡限制 也都從五十五歲以上到六十五歲以上不等 丹麥跟挪威目前暫停施打 直到下星期有進一步資訊為止 英國則是規定三十歲以下年輕人 如果有意接種 醫療單位必須提供AZ疫苗以外的選擇 而在南半球的澳洲 政府要求五十歲以下民眾 避免使用AZ疫苗 但對於年長者 衛生單位認為有打比沒有的好 AZ疫苗現階段的另一個問題是供應不足 負責生產的印度 面臨第二波疫情爆發 政府宣布暫時凍結AZ疫苗出口 最快要六月才可能恢復 非洲聯盟指出 已經設法轉向採購美國 嬌生公司的疫苗 澳洲則是把目標放在同樣 來自美國的輝瑞疫苗 相關官員指出 這跟陸續傳出的副作用無關 如果有AZ疫苗可用 還是會進行施打 增加採購來源 主要是確保疫苗數量足夠所需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 有問題的確保疫苗數量足夠 有問題